影后慧英红来台。 现歌要孙安佐当演唱会喷火嘉宾。 吴宗献,钟,要孙安佐当演唱会喷火嘉宾。 图TVBS提供,2018年4月7日。 综艺大哥吴宗献金,7日主持TVBS选秀节目《我要当女医》。 节目邀请金马影后慧英红,全民老公温生豪以及导演北村风卿等重量级人物担任评审。 吴宗献谈到孙安佐事件,除延续5月底回台的预测,还开玩笑表示可以邀孙安佐来演唱会当喷火嘉宾。 谈到孙安佐5月底回台仪式,吴宗献笑说,他应该是5月28日回台,不然来不及参加我7月28日的演唱会,可以邀请他来当演唱会嘉宾,不然喷火的工作都交给他。 话语一出,现场笑声不断,他还引以为傲自己的深预测能力,透露跟记者打赌。 如果孙安佐真的5月底回台,记者已答应会请他喝一排养乐多。 影后慧英红来台当评审。图题BBS提供。2018年4月7日。 慧英红在影视圈耕耘多年,一直认为当演员的首要条件是热忱,他表示,其实当演员真的是个苦差事,一直要非常坚定,要不然很容易遭受打击,三天不到就跑回家了,如果喜欢演戏,真的要能忍耐,想办法诠释好自己的角色。 他强调,遇到困难,赖住不走,熬久了就是你的。 刚从国外结束拍摄工作的温生豪泽说,我也是苦熬五年才当上男主角,奉劝有心要做演员的新人得有决心,并且懂得察连观色,人际关系处理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株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